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真美频道 我今天的话题是因为我刚刚打开Facebook 看到有一位人士在直播中 在说Facebook上面有个名校secret上面的一个post 我想拍一段视频来讲一下这个话题 就是考试70分是有多重要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大多数的父母 是否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开心快乐地成长呢? 如果是的话 当你的子女拿不到70分的时候 你会不会骂他呢? 今天这个case就是一个中四的学生所写的post 他就希望大家在那里给他一些意见 他就觉得很迷茫 因为他母亲对他要求得很严厌的人 学校如果他拿不到70分 就会骂他是垃圾或者甚至垃圾都不如 也都搞到他很多次想过要自杀这个念头 那我就觉得这一件事是我们为什么香港是有这么多小孩是会想自杀 甚至乎已经自杀 这个post 这个post 就让我们看到起码可能是冰山一角 我自己就觉得家长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是需要多了解和多沟通 如果是做家长 他对子女的支持 应该是无条件的 那如果你是需要他拿70分 或者以上你才支持他呢? 那你对他的支持和爱就是有条件的 那在有条件之下呢? 那他们大过了之后呢? 他只是知道是会讨好你 而不是欣赏他自己 那尤其是这一位的妈妈呢 这样去伤了小孩的自尊 那个自尊 你的小孩的自尊 重要一些呢? 还是他考试拿70分重要一些呢? 那我们个个都知道 将来出来的70分 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 对于他的事业 对于他的发展 还是他是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有自信心的人 他才可以更加活得比较精彩一些呢? 那我就希望你如果听到我这一段说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有个家长这样骂子 我亦都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如果有的话 你欢迎你留言给我 那我希望你可以 或者走去Facebook的名后secret那里 鼓励一下这个中四学生 或者你Tap一些你懂得的家长 希望用这个帖来做一个借镜 令到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对我们的下一代 使得他们可以有自尊和有自信地生活 希望他们快乐成长 多谢你收听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